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梗 今天继续来玩恐龙生存 这地洞又冷又湿的 让我先出去透透气 我的天 怎么那么多龙在外面 我的天哪 这龙还脚踩风火轮 怕不是哪吒转式 惹不起惹不起 等我现在弟弟发育一波 晚点就来收拾你们 环金稿在上 哪里不会敲哪里 哇塞 这哪是环金稿 分明就是神之稿 一敲一大片 那就一路挖到底吧 奇怪了 这地底下 这么一个罐都没见着 不会生育鬼了吧 啊 我怎么狗呆了 还好我从龙龙那里 拿了不少星星 可恶的一龙居然偷袭我 我打 打 打 可算解决了 这四周都是眼疆 赶紧拿土块围起来 摔下去可就凉凉了 前面有个野萌宝 让我过去慰问 说不定他知道 钻石铲在哪里了 哎呀 好真 以下就保渺了 看我土盾土强术 过不来了吧 该我了 可惜啥也没问出来 前面危险冲冲 宝贝一定有不少 富贵险中求 过去看看 那边有岩浆 钻石一定就在附近 先把鹿封死 然后看我们要 变大师的厉害 不是吧 这龙居什么来头 居然还能挂在墙上走 哼 吓死宝宝了 这地底危险冲冲 还啥也没有 要是一不小心 敲了一个宝宝蛋 火找谁哭去啊 溜了溜了 还是地上的空气好啊 不对 这么还有股臭味 啊 臭龙快走开 我当当当 区区暴龙也敌不过我的神父啊 这统一大路还不是轻轻松松 先找个地方安家 背靠桃园 还有小河香吧 四周围的恐龙也不多 正好拿来当基地 先去炉点木头 小团子一个人自己在水里玩多危险呢 让我帮帮你 可惜泡泡团不够了 告知 先用胡桃木换一个九成九的平台 中间的部分用白羊木铺满 经过我的观察 这群笨恐龙不会游泳 所以沿着外围把土块敲掉 倒上水流 这样就不怕被偷家了 底下的部分先用木围囊围起来 到时候还可以养养暴龙 门口放上围囊 防火防盗防恐龙 今天就先到这儿啦 小伙伴们拜拜啦